安徽富阳地处黄淮海平原 独特的气候为辣椒等农作物提供了绝佳的生长条件 其中富南县惠龙镇的特色辣椒更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惠龙镇地处富南县西部 年付种辣椒等蔬菜面积近7万亩 产值10亿多元 出生于1990年的王传宝 是从这里走出的一名大学生 毕业后他当过记者 做过文案策划 还从事过餐饮相关工作 2018年他回到家乡成立一名大学生村官 带领乡亲们通过种辣椒一起走上了致富路 惠龙辣椒里边最受欢迎的就是小猪皮辣椒 特别薄 特别香 它这个韧性比较强 比较耐压 这样的话比较方便运输 所以说这个辣椒非常适合电商 凭借品质高 果形好 原产地直发等特点 过去一个月 王传宝在拼多多一家平台的辣椒日销量 就接近2000单 去年全年销量近10万单 大家可能说完蛋 感谢观看